今天的焦点是我们在英伦 新的首相卓慧斯 原本他一上场就立即要推出一连串的改善英国情况的政策 但是他获委任后的两天英女王就驾崩影响了 在国葬仪式完成后 他就推出一份被视为迷你预算案的举措 明天预算案出台 英镑应声下跌 英国人怨声再度 年底的女首相基本上是没有蜜月期的 马上的民意调查显示他民望极低 支持度只得18% 正常来说这些就要下台 当然他这次来说 他真正的智英的能力都未彰显出来 只是经济政策 所以他就很乖巧 这个是财政大臣 我觉得他有点像林郑月娥 不关我事 调低的最高入息税率是财商的决定 财商是郭浩廷 老实说他说 你都要是你同意才可以 因为你是头 但可能他觉得他不是财经的专才 那当然是你用得他做财商 当然要相信他 但我相信他说的是事实上 但是这麽重要的举措 起码在报道上我未听过 英国在内阁好 在国会有一个很详细的辩论 如果这个问题拿到更加广泛的辩论来说 我相信应该都会有很多人去反对 因为他这个是大幅减税 令到市场很担心 大幅减税就是国库收入减少 很忧虑英国政府借贷和借贷成本飙升 于是令到股市和英镑汇价急跌 令到英伦银行被迫大手干预 防止退休基金和债券市场崩盘 当然作为一个资深的政治人 他也是说到一件事 就是说其他的政策推出来 就是未来来说 可能有很好的一个愿景在这里 但是人就越来越没有耐性 特别是选民也好 一般的市民也好 对任何 你说过若干年后 大家看到那个成果 最重要的是你一出街 发觉你的资产变得值 你买东西就贵了 这是英国人普遍的心态 是的 无论说得很对 卓慧斯这个减税计划 在他的解释上来说 就长远对英国压制通胀是有利的 否则通胀会升起码5个百分点 但是比你能否忍受到这么短期的震痛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究竟卓慧斯这个首相做得多久呢 如果照他这几天在保守党的大会当中 都有一点射博的情况下 会不会来一支就戏居保税 那又换人呢 那些换人很简单 就炒了财相 会找回谁出来的对手出来的 会不会呢 如果你比在英国内阁 过往你都见到有这样的机会的 因为他那些人是出出这样转的 新卫成毕竟他是做开财相 他对整体的经济运作很熟悉 还有我觉得此人做过投行 他都知道金融游戏是怎样玩的 特别在现在这个恶劣环境底下 我看这个现任财相 这个相位都难保了 可能是最短命的财相 用哪个做呢 不过英国那个内阁 就很多财经人员 他们很多人都可以 不过如果用一个旧人 架轻就熟而就出目前这个政策 做出一些又不可以完全推翻他 做一些调整 亦都不失为一个 在正义上一个比较聪明一点的做法 有没有人想借这个机会 逼供 就好像逼这个约翰逊 就逼卓卫斯下台 然后就自己走上去 现在就警告 高文浩就警告 资深议员 他虽然你们这样说 我是不贊成的 不过这样 为保守党的主席包扎君 就为卓卫斯说 你们不要这样 你们一定要支持 要不然就逐你出党 究竟卓卫斯做多久呢 真是未可见 不过财相职位难保 似乎机会大些 今天跟卓卫斯有关的一个新品 就是由于第27届联合国的气候变化峰会 将会在埃及举行 但是到查理斯在储君的时代 已经热冲于环保 现在做了英皇之后 如果作为第一次以英皇身份 出席他最擅长的环保气候大会 应该是挺配合的 老实说 我对查理斯的印象 真的是环保两个字 没有什么你记得 真的 或者我记得他的戴安娜 查理斯在环保上出过很多力 因为在此之前没有机会 格拉斯哥气候大会 他也有份去说话 而今次联合国气候大会 原本都邀请他 他也说我答应说话 可惜了 不知道 这个外展都没有去详细解释 因为手上劝他不要去 手上说因为这个支持体大 你刚刚上任 应不应该出席 他认为不建议 这样的 英国的国军 要出席一些对外访问 因为你要去纽约 都需要按照执政政府的建议 现在卓慧斯建议你不要去 你不能去 去埃及 不是在纽约 埃及可能 可能基于你身上任 有很多事情都要慎重些 好些 特别 英国现在多时之秋 我觉得你都不要去 又怕他去到连说话 又不是连说话 他突然间 又开很多旗票支持什么 支持什么 环保在在需才 英国你回去搞定英镑先 转头看看 两岸时评都说到 整个世界局势的转变 无论是某些国家 某些地区 亦都需要 留意到这方面的变化 今天的两岸时评 好了 台湾的经济日报 是检视过去的疫情 和中美冷战 俄乌战争 整个世界经济的局势 没错 这也是有历史的对照 有现实的分析 其实这个问题 全世界很多国家 我相信 好像日本 南韩 新加坡 也都知道 疫情和政情交集下 这些国家 我们如何去面对新的挑战 唯独香港 我们在说一些 还是小眉小眼的东西 我发觉很多 香港已经越来越没有了 国际大都会那种气派 掌握国际形势 运筹为握 我们已经没有了这些元素 看别人怎么说 我也觉得 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了 在我几十年的新闻生涯当中 是未见过在两三年之间 那个形势受了三大主要因素 是影响的 第一个刚才我们所说的 就是新冠疫情 第二个就是美中的难战 第三个就是俄乌战争 在新冠疫情之前 其实中美之间 已经开展这个贸易战 疫情也令到中美对抗白热化 俄乌战争令到各国对俄罗斯展开制裁 令到中国和俄罗斯的结盟更加紧密 而去到最后新冷战时代 就是讲到经济 产业链 以及各种经济 发展的手段 完全改写了规则 没错 特别提到国家的实力来说 就是特别经过和上世纪冷战相比 俄中角色已经换了位 中国成为共产主义的龙头之外 最大的差别是冷战 就是自由民主和共产霸权的对抗 争的意识形态 双方不但在经济实力上差距很大 经贸上都毫无互动 但现在的新冷战时代 就是经济为主族的对抗 差的是技术主导 不是意识形态主导 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 并在先进领域带了美国沉重压力 所以美国要急于摆脱中国在后面的窮追 但双方在经贸上又有高度的互相依赖性 就难以圆团脱勾 今天美中关系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老总你刚才所引述经济日报社论 说现在欠的是技术主导权 但这个所谓技术主导权 牵涉到哪个制定产业的标准 这个很重要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以前的录影系统 究竟是Beta系统还是VHS系统 这是两种不同的 你的Beta带在VHS系统是看不到的 现在同样也是 全球的产业标准哪个制定呢 这个才是先缺的条件 但现在美国基本上在半导体关键技术上 在5G和通讯设备上 是排除了不让你中国参与制定这个标准 于是中国就这样 是你围堵的 我唯有自己建构一个前身的标准 变成世界是有两套标准在 这两套标准当然是有互相竞争 大家看到早前美国为什么要对华为 中兴这些在内地的龙头企业 这么多的打压 其实都是在争取标准制定权 这个游戏规则是我定的 这也是看到情况 美国的排中的策略就很全面 除了在供应链方面之外 甚至引伸到企业股权的结构 员工身份 这件事情对中国来说也是很伤 令到很多中国的员工 可能在美国的大企工作来说 美国就坏了这个是不是间谍 这个间谍阴影已经不是在电影桥段 每一个都在发生的 真的排除了很多 甚至乎就算在美国自己制定的 寶座自己国内企业的法案 加多一点就是不准在中国投资 或者不准在中国去发展 或者有些工序在那里 含有美国技术的成份 少少都不行 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 就是有关晶片的问题 经济都返回一样东西 除了懲罰规定之外 也都提供了很多的誘因 甚至补贴美国的企业 要换了一些中国的电信设备 而在美国的晶片法方面 是令到中国受到很大很大的制褶 也都服役台湾 拉拢南韩等等 来到结盟去抵制中国 台湾经济日报 当然要说回台湾一些东西 美国这个限制式的做法 原来对台湾都有影响 因为台湾输去美国钢铁产品当中 是有使用中国钢铁的原材料 美国主观认定了 含中成份过高 是不豁免对台湾的额外关税 这个就很重要 在中美两大系统之外 各国有自己的规则 全球去实施 是规范零碎化 即是说以前不是一套很统统的总质 细致到这个要怎样 你不可以在中国大陆投资 你不可以原材料含有中国的成份 你不可以在某些技术层面 其中一个环节是有中国的东西 所以这方面 其实台湾的潮野都明白到 你财的电耗等等 就在美国主导游戏规则底下 你失去很多自主性 做生意 特别生产市场越广泛 当然生意越多越多 但你跟着美国标准 特别你跟大陆的关系 越走越远 那对财积电来说绝对不是好事 也说到有关国际的规则 不能不提WTO WTO其实没有什么作用 WTO的重要性 因为美国加入了中国大陆之后 美国就认为 中国大陆是有了权利 没有履行过义务 于是乎 其实特朗普年代 已经不太看WTO了 当然这个社会很广泛 看到这个情况 不怕都说出了 台湾有些东西 亦是身不由己 你要跟着美国走 如果将这个社会 我们再写下篇 引伸到香港 客观情况一样 香港人说身不由己 你要跟着大陆走 这都是港台的命运如何 接着看看环球时报 今天比较冷门 就是内地一位的越南专家 就讲一下 越南最新的外交策略 这位越南专家是一位学者 叫做施震涛 他就讲一个 可能你们少听的 为之越南专家推行 一种叫做竹式外交 什么竹式呢 是寧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 竹树的竹 怎样为之竹式外交呢 竹式外交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 可能是越南自己创造出来的名词 为什么突然间提起 因为联合大会副主席 即是越南 在纽约大会上 再次变成一个很活跃的程度 也变成一种竹式外交 或者竹子外交的情况 这就是说回我们对竹那种生态的形式 竹是很容易生存到 但它一定有它的根 有时候风吹的竹 你看厄虎藏路的气体 周润发和张智乙的气体 竹摇摆出来 它就不会断 很有韌力和弹力 是的 但是他就讲到 如果你太大风 那些竹是会吹回到另一边 你这个银性很强大 亦都懂得如何避重就轻 而竹最重要是 因为它是扎根于大地 而且竹根很细密 而且互相纏扰 即是说 予以越南的外交 需要内外都要兼顾 内部要扎基得很稳妥 要看内部的国情是如何 对外又要懂得如何有一个尤人的弹性 那说到越南外交 大家可能都比较陌生一些 越南这个国家就比较静一些 它又不会 可能它的历史背景等等 它通常都是韬光养晦 但是突然间 在联合国的大会上 就转催活跃 于是 这是内地的一些关注 而且足色外交 现在可能都 你再呼应经济日报的社评 你现在两个大国在博弈 大家就拉帮结派 大家订定游戏规则 这些小国 特别是东南亚小国 你是不是靠哪一站 那你不靠哪一站 又怎样站 可能足指挺好 足色外交 你可以两边摆 彈来彈去 我想当年创足色的风格 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人胡志明 提出这件事 可能没有想到 这种独特的理解 今天越南大派用场 其实有一些文化的国家 用一些比喻都挺好 越南用这个足色外交 过去一段时间 中国行中庸之道 这个其实是有千多年的 儒家文化的色彩 所以看见 美国就没有了 美国的文化那么浅 它们是很实际的 你看英国来说 和国葬好等等 保守党大会好 这些传统和文化是有个根深 所以这篇文章都挺特别 让我们认识到 原来外交的新形态 其实这个足色外交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 尽管没有这样的名称 实际上都在做类似的事 新加坡我觉得 都是在做类似的事 新加坡就没有足 越南多足 于是从植物当中 来找到一种外交的形态 越南真的好像有很多足 我印象中好像有很多足 不怪之得 胡志明当日想到一样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职订购支持